作曲 李宗盛 那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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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乐世界幸福播脱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都是贪吃惹的祸 家住辽宁省沈阳市的丁小姐 接触佛法已有十几年 平时除了吃斋念佛外 还经常会买一些动物去放生 邻居们很难理解丁小姐学佛 放生的种种行为 尤其是陶小姐 对丁小姐的行为 总有些许意见 丁姐 你要出去啊 是啊 我要去市场买几条鱼放生 丁姐刚说 她要去市场买鱼做什么 放生啊 丁姐这人有点奇怪 信佛 放生 还不吃荤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嘛 我看她就是个怪人 她经常一见到我 就跟我说什么因果报应啦 不要杀生啦 听久了真的很烦 哈哈 是吗 她也经常这样对我说呢 哦 是吗 不瞒你说 我非常喜欢吃鸡肉 经常买鸡回来杀了吃 可是 一旦被丁姐看见 她就又会长篇大论一番 趁她现在不在 我要去买只鸡回来吃 好的 快去吧 桃小姐这人最喜欢吃的 就是鸡肉了 她经常买活鸡回家 亲自宰杀及烹煮 该死 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看来又要听她说叫了 真是烦死人了 小桃 你又去市场买鸡药杀来吃啊 是啊 丁姐 炖鸡汤可是我的拿手好菜 等一下我端一碗让你尝尝 哎呀 你忘了 我是吃素的吗 呵呵 你看我这记性 那丁姐你忙 我还要回去煮鸡汤呢 小桃 你别杀这只鸡好吗 丁姐 你不用说了 你不吃荤 我也没硬逼着你吃 希望你也别逼着我 跟你一起吃素 小桃 我不是在逼你 我是为你好啊 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 会遭到果报的 丁姐 我是不相信什么报应的 你看我 什么都吃 一点事也没有 而你整天吃摘念佛 但你的老公却有严重的关节炎 我看因果报应也并不怎么可信嘛 唉 桃小姐的口腹之欲越来越大 几乎每隔三四天 便会买一只鸡杀来吃 几个月后 桃小姐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啊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她开始不停地掉头发 而且头皮疼痛不已 去了很多医院也查不出病因 好痛 好痛 怎么会这样呢 桃小姐 你的病症实在有点奇怪 照理说 普通的掉发是不可能会让头皮出血的呀 可是每当我掉头发的时候 头皮就会非常痛 好像是被人硬生生地将头发扯下来似的 唉 桃小姐 这病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我看你还是去大医院做更精密的检查吧 听小姐听说桃小姐的病情后 便到她家去探望她 并向她解释 她的病其实是因杀生而遭到的果报 丁姐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竟然得了这种怪病 真是让我痛不欲生啊 小桃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这是因为杀生而遭到的果报 你会不会信呢 丁姐 我的病医生都诊断不出病医了 你怎么会说是果报呢 你难道没想过吗 一杀鸡拔毛的时候 被拔到羽毛的鸡 跟你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像 难道真的是因为果报吗 是啊 心善得善宝作恶得恶宝 这些年来你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欲 而杀掉了许多只鸡 这是多大的罪业啊 啊 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 你不是说我一直吃斋念佛 可是为什么我老公却有严重的风湿病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那也是因为因果报应 我老公他不幸福 而且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杀生吃肉 老婆 你看我抓到了什么 是斑鸡啊 是啊 今天中午我们就吃烤斑鸡吧 你想吃的话就自己去杀 我再烤给你吃 你知道我是不杀生吃荤的 嗯 好吧 我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佛 但理解的并不透彻 以为只要我不杀生不吃肉就可以了 嗯 好香啊 老婆 你要不要吃吃看烤斑鸡 真的很好吃的 你自己吃吧 我是不会吃的 我老公无法抗拒任何的美食 因此他买过各种的鱼来煎炒烹炸 其作把花样摆出 有时也会自己去钓鱼回来吃 还抓过小鸟 杀死后用火烤着吃 就连田里的蟋蟀也不放过 也要抓来炸了吃 你呀 真是没有你不吃的东西啊 竟然连蟋蟋都吃 老婆 蟋蟋吃起来酥酥脆脆的呢 我老公为了满足自己的恐怖之欲 做了很多杀生的事情 而我却从没有制止过他 还以为自己学佛吃素 便能够替他抵消罪业 结果我大错特错 见他杀生 我不仅没有阻止 竟然还帮他烹煮 这也是杀生 也是罪恶 终于火爆降临到我们俩身上 哎呀 我的手臂怎么这么痛啊 这是怎么了 老婆 你有好点了吗 没有 我的腿好痛哦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俩怎么会同时生病了呢 我们赶快去看医生吧 可是我们去医院检查也像你一样 医生根本找不出病因为何 啊 唉 那一阵子我们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 多亏了一位学佛的师姐 她得知我们的情况后 便来向我们说明这其中的缘由 这几天你们的病有好点了吗 没有啊 吃了好多止痛药也没效 医生也查不出病因 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这不是普通的生病 而是遭到了果报 啊 遭到了果报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会遭到果报啊 唉 这一切都是因你们平时杀生而起的 可是只有我杀生吃肉啊 我老婆她一直都是吃斋念佛的 怎么会连她也遭到果报呢 是啊 我每天吃斋念佛 这应该能帮我老公化解罪业的 怎么会遭到果报呢 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怎么可能化解呢 还有你 你明知杀生的罪业深重 却纵容丈夫还帮她烹煮那些生灵 这也是在杀生啊 从那之后 我和老公便不再杀生吃肉 并且经常买一些动物来放生 渐渐的我们的身体就恢复了健康 咦 可是你老公怎么会有那么严重的关节炎呢 唉 那时我们俩都在佛祖面前发誓 从今往后再也不杀生吃肉 可是有一次我老公忍不住嘴馋 偷吃了一碗排骨汤 结果从那之后 她全身上下的骨头就经常酸痛 啊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所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过去犯下的罪业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一笔勾销的 而是要发自内心的 向这些被伤害的众生忏悔 并且从今以后不再杀生 多多的放生互生 这样才能广迹善果啊 嗯 我知道了 听了丁小姐的劝导后 陶小姐痛改前非 她开始吃斋涅活 并和丁小姐一起去买生灵放生 过没多久 她的头发便渐渐长出来了 你看 自从你行善放生后 你的头发一天比一天多了 是啊 经历了这件事后 我总算是知道了 为了口欲而杀生吃肉 终究是会得到果报的 发愿戒杀 死里逃生 经营木材生意的王老板 这些年来业绩蒸蒸日上 赚了不少的钱 但是她却将大部分的收入 都用来购买生灵进行放生 哎呀 王老板 您来了 今天想买些什么呢 老板 我要两箱鱼 还有这箱虾 也帮我一起放上车吧 好的 小林 快来把这两箱活鱼 和一箱活虾搬到王老板车上 好的 老板 王老板慢走啊 下次再来哦 嗯 好的 这位王老板可真是有钱啊 每次一来都买那么多的鱼虾 是啊 我想这位王老板 一定非常喜欢吃海鲜吧 哈哈哈哈 那你们就错了 这位王老板是吃素的 吃素 那他怎么会买那么多鱼虾呢 是啊 而且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 要是不吃的话 那他买那么多鱼虾 做什么啊 他是买回去放生的 啊 放生 老板 你是说王老板将那些鱼虾买回去后 全部放掉了 是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我也不知道 听说他这样做已经很多年了 王老板曾经邀朋友一起去放生 他的朋友好奇地向他询问 为何会经常放生的缘由 王大哥 你每次放生这么多鱼虾 可要花不少钱呢 是啊 但是和他们的生命比起来 这点钱不算什么的 王大哥 我一直想不通 是什么原因 让你每个星期都会购买生灵 进行放生呢 不瞒你说 过去我也是杀生吃肉的 我年轻的时候 经常去山里选购木料 深山里自然有很多的山产野味 那时候 什么野兔 山鸡的 我通通都吃过 来来 王老板 尝一尝我们这里的野味 萝卜炖野兔 还有这烤山鸡的味道 可是 非常鲜美的哦 真好吃 这真是难得的美味啊 王老板要是喜欢 走的时候就带一些回家 别的东西我不敢说 但野味和木材 我们这里多的是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几年被我吃掉的野味非常多 当时有一位阿姨劝我不要再杀生吃肉 但是我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 年轻人 这野兔是你打死的吗 不是 是朋友送给我吃的 年轻人 我劝你以后还是不要吃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啊 这些野味很好吃的 可是为了满足你的恐怖之欲 却让他们失去了生命 这样做 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 怎么会呢 山鸡野兔被吃掉很正常嘛 你这么做 可是杀生啊 是会遭到报应的 哼 吃野味的人那么多 怎么也没见他们遭到报应呢 阿姨 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因果报应的 唉 那位阿姨的话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依旧继续吃着野味 终于 果报降临到了我头上 那一天 我独自一人上山 却在山林里迷了路 诶 这是哪里 我好像走错地方了 该死 我该不会迷路了吧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真该死 走了这么久 我竟然一直在这里绕圈子 怎么办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更大的危险来临了 一只大黑熊发现了我 并对我发动攻击 我的妈呀 好大的一只熊 我死定了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熊 我见那只熊冲了过来 便拼命地往前跑 结果跑到了一条河边 前面是滔滔河水 后面是追来的大熊 当时我想 难不成这是上天 对我杀生的惩罚吗 啊 糟了 没路了 看来今天是死路一条了 难道这是我吃野味的果报吗 我吃掉了那么多的野味 今天轮到我葬身熊口了 唉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河水又深又湍急 涉水肯定会被淹死的 但黑熊离我越来越近 不下水也是得死 就在这个时候 我虔诚地向天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杀害生命了 菩萨 我发誓 从今以后我一定借沙吃素 请饶我一命吧 说来也真奇怪 我刚刚发完誓后 河里就有根木头 从上游飘了过来 我赶紧跳上去 借助木头的福利 渡过了河 顺利脱险 太好了 有木头 今天真是好险啊 看来果真是有因果报应的 从今以后 我可真的不能再杀生了 从那以后 我便不再吃山林里的野味 有时还会花钱 将它们从伐木工人手里买来放生 哎呀 王老板 要回去了吗 是啊 货都齐了 得赶回去了 吃完饭再走嘛 你看 我刚抓了一只野兔 等一下我把它炖了 我们好好喝两杯 这只兔子你卖给我吧 怎么 你想带回家吃吗 那就送给你好了 不是 我想将它放生 而且我现在 已经不再杀生吃肉了 啊 你说你以后不吃野味了 你想把这只兔子放走 是啊 你能卖给我吗 依我们俩的交情 就别提什么卖不卖了 送你了 你想怎么处理它都行 真是太感谢你了 兔子 走吧 以后小心点 别再被人抓到了 那只兔子 仿佛能听懂我的话 我放了它后 它竟然没有立刻逃走 而是跑到我的脚边 轻轻地用鼻子磨蹭着我 像是对我表示感谢 天啊 它这是在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吗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世间万物 真的都有灵性的 王老板 我说了 这只兔子是送给你的 更何况 就算要买 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啊 不是的 这些钱你先拿着 如果你看见有人抓到小动物的话 就帮我出钱买下来放生吧 王老板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我上次在山里 迷路遇到熊时 发过怨 只要能活下了 以后就不再杀生 没想到真的活着回来了 我怎么能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呢 原来如此啊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过去肆意杀生吃肉 所以得到了报应 差点就死在山里 还好我及时悔改 并虔诚发愿 这才得以活命 由此可见 因果报应真实存在 所以我现在才会经常来放生 真是没想到 你还有一段这么奇特的经历 王大哥 你现在能如此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我想 这也是你戒杀放生 而击下的善果呀 各位慈悲的生命菩萨 你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生命菩萨 我们就一起在关心的世界 关心的所有生命 那些被杀死的动物 那些被超度的这些痛苦的众生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就把这个力量一直在关心的他们 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净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收看生命电视台 按照生命电视台 对佛陀佛陀佛陀佛的正法来修行 那么更要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让他法轮常转 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打开生命电视 慈悲众生 和谐家庭 欢迎收看并护持生命电视 让此音转动 化解烦恼人心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 台北生命道场举办 尊圣佛母席栽千贡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组法 日期4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 地点台北生命道场 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二楼 电话02-2550-9900 02-2550-99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的 好多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品尝各种美食 嗯 好香啊 一走进这条街就能闻到各种美食的味道 这可是大连最有名的小吃街了 走 我们找家店吃点东西去 嗯 不瞒你说 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黄小姐很早就在这条小吃街开了一家风味餐厅 而且她的店生意特别好 店里经营的全是肉食 哟 这家店的生意可真好啊 是啊 我猜这家店里做的东西肯定很好吃 我们就去这家店尝尝吧 好啊 两位小姐 里面请 不知道你们想吃点什么呢 卤猪肉 炒牛肉 炸鸡块 卤鸡蛋 肉丸子 猪肝汤 哎呀 老板 你们店里怎么都是肉食啊 哈哈哈 不瞒二位 不瞒二位 我这个人从小就特别贪吃 尤其喜欢吃肉 所以 长大后 我就研究各种肉食的烹饪方法 我这家店的肉食的味道可都是独一无二的 哦 那我们今天可一定要尝尝看 哈哈哈 那就给我们来份卤鸡蛋 炸鸡块 对了 再来份猪血汤吧 嗯 好的 两位稍等 等一下就送上来的 这家餐厅每天都有成框成框 血淋淋的猪肉 牛肉送了进来 还有很多海鲜被一箱箱的抬进厨房做成菜肴 而黄小姐面对这种情景已经习以为常了 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快 快抬到厨房里 嗯 不错 今天的肉很新鲜啊 哈哈哈 好新鲜的虾啊 这个可要留下一些来做我最喜欢吃的醉虾 老板 有一位客人点了一道猪喉咙 嗯 师傅 那赶快做吧 您的这道菜可是最抢手的 现在都成了我们店的招牌菜了 老板 您就放心吧 看我的好手艺 黄小姐餐厅的这道猪喉咙 每天来吃的人非常多 这道菜需要上百条猪的喉咙来做原料 真难以想象 那么多的猪被杀害的时候是多么的痛苦 黄小姐不只为顾客烹饪各种荤食 自己也非常喜欢吃各种动物 她最喜欢吃的就是齿枝盘龙扇和醉虾 好新鲜的扇鱼 用这些鲜活的扇鱼做成的齿枝盘龙扇 可是最美味的菜肴 一条条从水里捞出来活蹦乱跳的扇鱼 过一会就会被杀死做成了菜 想来就非常残忍 而且扇鱼是很有灵性的 活着吃它 所结下的怨恨更是深重 嗯 好香啊 嗯 真是美味啊 而醉虾就是把活虾放入酒中 开始还能很清楚地听到碗里 虾在拼命挣扎的声音 可以想象虾在里面是多么痛苦 跳得多么厉害 然而每一会儿虾就醉了 挣扎的声音也随之消失 嘿 你还想跑 我看你往哪儿跑 嗯 都醉了 可以吃了 嗯 哇 好鲜美的味道啊 老板 你又在这里做醉虾吃啊 是啊 今天的虾可新鲜了 正适合做醉虾 你也尝尝 味道好极了 嗯 哇 这只虾还在我嘴里冻呢 当然了 它们还都活着 只是醉了 你咬它 它自然会冻 要知道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虾是非常美味的 肉汁很嫩 口感非常香甜 老板 这样对待它们是不是太残忍了 残忍 这有什么好残忍的 它们本来就是给我们吃的 可是 您看它们那么无助可怜 动物其实跟我们一样 面对伤害时都会有求生的愿望 哈哈哈哈 你想的太多了 哦 黄小姐杀身无数 罪业深重 果报最终降临到了她身上 她精神衰弱 头脑昏沉 记忆力直线下降 气色暗淡 眼睛开时有黑眼圈 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吃了多少药都调不回来 唉 最近我这是怎么了 精神怎么会差到这半地步 而且吃了那么多药 也不见好转 唉 女儿啊 我看你还是别开餐馆了 妈 为什么 你做这一行杀生太重 想想这些年你杀生造业不计其数 怎么能不遭到果报呢 妈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你怎么还相信这些啊 动物跟我们人一样 被杀害的时候 那天晚上 风请战热法师上座 大众向法师请三问讯离 向佛菩萨也问讯 好 大家请坐 阿弥陀 还有没有 吰巧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赚坏� 赚坏 我 interested 明шей 岚 ראל 大家請合掌 跟我唸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眾生無邊世願度 煩惱無盡世願端 法門無量世願學 佛道無上世願成 大家請放掌 早上 大家 一心受辭再接 因為 要改變命運 所以大家 今天 受辭把關再接 那下午 利用簡單的時間 跟大家 討論佛法 佛陀在經上 一再地告訴我們 在家人 要具足 三種力量 哪 三種力量呢 大家跟我唸 布施的力量 持戒的力量 多文的力量 為什麼 佛陀強調 要布施啊 那布施 會 讓我們 有什麼樣的福報 就像早上 各位做施供養 施供養 有他的 不可思議的地方 比如說 共襄 相代表戒律 一個人 如果不懂得因果 不了解佛法 來自於 隨著業力而受苦 那共襄就對他 很重要了 家裡面的人 不信因果 那你就要 多為他共襄啊 好襄共佛啊 談襄共佛啊 那這個人慢慢的 他業障消除了 他就可以 聞法 而修行 他就可以看到 真實的面貌智慧 而放下世間 所以為什麼 施供養 第一個是排戒 代表戒香啊 所以 話又說回來啊 布施為聳 在家人 跟出家人 不一樣的地方 大家跟我唸一遍 在家人修布施 類基福包 類基福包 出家人修法師 類基功德 各位 兩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要在家人 完全的 放下 世俗的一切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佛陀才會說 一個禮拜 幾天給佛陀啊 一個禮拜 你們幾天啊 一天的舉手 今天而已 29天看不到你啊 29天看不到你啊 兩天的三天啊 至少六天好不好啊 如果唸六在日 受辭 受辭在街 十在日 與佛菩薩 在一起 會不會困難 不會啊 那你這樣子 才不會迷失啊 那所以 藉由布施 讓在家人有福包 人天路上 作福為先 那福報的基礎 是建立在 因果的基礎上面 供花就莊嚴啊 放生就健康啊 吃素就免難啊 供燈眼睛就好看啊 所以一個人如果不了解因果 那這個苦 有得受啦 所以大家要不要離開痛苦 要不要啊 要啊 離開痛苦 所以我們要離開八種痛苦 那八種痛苦呢 身體要健康對不對 對啊 有些人身體不健康啊 那大家要有錢啊 是不是 有些人口袋只有零錢啊 那有些人 家裡面不圓滿啊 家裡面只有他一個人啊 有些人長得 人家不喜歡看啊 有些人長得矮矮的 可是人家喜歡看啊 是不是啊 有些人長得 不如動物啊 啊 所以這些人都有 善惡葉報在裡面啊 在掺杂啊 所以你要離苦 你要先了解 製造痛苦的原因是什麼啊 那但是各位 今天受持八萬災界 你就可以有八種 基本的福報 那八種基本的福報呢 跟我唸一遍 長壽健康 身體有力 像好莊嚴 變才無愛 出身高歸 多勞財寶 處眾無畏 得大丈附身 要不要 要啊 學佛就是為了改變 學佛就是為了重獲光明 學佛就是為了找到真實的快樂 那 所以人天路上 作福為先 今日 受此一日的八萬災界 你就有六十萬色的資糧啊 福報是眾來的啊 不是求來的啊 如是贏得 如是果啊 要不要有錢啊 有放心嗎 要不要有錢啊 有共用散步嗎 有啊 今天我們安排 那麼多的 喪失格西 安寧 除了修法 我們還要供養 有人這樣子說 哇 我參加那會 百保五兆 我就要五兆都要補死耶 我錢也沒剩那麼多 我沒辦法別來 我沒有啦 不是這樣說 五兆我會 你不能剩五百塊嗎 你一兆一百塊 在黑暗樓裡面 沒人知道啊 你沒有看戰略法社都共同一位 裡面也沒多少錢啊 但是我是真誠心共養啊 對不對 懺悔心共養啊 為了一切眾生而做供養啊 難道 不是一百萬功德就大嗎 難道不是五十塊功德就小嗎 難道共一百萬 祖先就可以升天嗎 難道共十塊錢祖先就下地獄嗎 那不就是跟佛算帳啊 那不就是跟佛買賣啊 佛門當中不是這樣子的啊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痛苦的原因好不好 每一次佛陀要說法 啊 跟這些長者子 跟這些老百姓 跟這些男人女人小孩等等 啊 他首先要講的法 一開始 先以這個苦入門啊 所以佛陀度這個五比丘的時候 顧念一遍 四聖地 度五比丘 四聖地 誰知道 苦極滅道 啊 沒錯 苦極滅道 啊 啊 世間苦 誰知道 你知道嗎 知道的舉手 世間苦誰知道 啊 有 真的很苦真的很苦 苦拿出來給我看 苦瓜有沒有帶來 世間苦誰知道 只有佛陀才明了 對不對 有沒有這一首歌 啊 你要唱就唱這個歌 不要唱一些那麼流行的 啊 世間苦 誰知道 只有佛陀才明了 對不對 啊 啊 再唱一次喔 沒有 沒有 有了啦 所以這個苦極滅道 啊 大家要去了解 跟我唸一遍 知苦 斷極 木滅 修道 佛陀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都苦不一樣 但是你要去明白 這個苦 真正的原因 到底在哪裡 啊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各位唸 不要白受苦啦 好不好啊 苦都在各位身上啊 不要白受啦 身上都有苦 苦 才可以覺悟 苦 才可以消業障 苦 苦 才有出離心 苦 才有大悲心 苦 才可以成就佛道 苦 才可以成就淨土 啊 所以生病的 苦的原因是什麼 跟我們一遍 殺生吃肉 相不相信 相信的 舉左手 我到底左手 那有人舉右手 舉左手 旁邊看一下 旁邊看一下 有誰舉錯的 這樣有你聽話 我還沒說 你手就贏了 所以這個痛苦的原因啊 生病是因為吃肉而引起的 開刀是因為殺生而產生的 化療 洗腎 就跟這些 動物亡靈 海產水族有 相關 所以你如果 想要化療看看 應該沒辦法說的人 化療看看 你如果覺得 你的頭髮太多的話 很辛苦 洗一次的腎 那你就 要有這個心理 洗一次的腎就是 以後都要洗腎的意思 對不對 一三如洗腎 二四六給你休息 所以那個洗腎很痛苦的 化療也一樣 所以再跟各位講一次 得癌症可不可以吃肉 覺得不可以的話 舉 舉雙手 這樣子你們就不會想睡覺了 真的不要再吃了 我們吃夠了 好不好 你活到現在 牙齒都沒掉的 舉手 這不簡單的 牙齒都沒掉 還有你活到現在 牙齒勝呼科的舉手 所以這個吃肉的過患啊 第一個 晚上不好睡 第二個 走到哪裡都有人監視著你 誰在看你啊 雞啊 豬啊 牛啊 而且你豬肉吃的越多 身上有豬的味道 你吃的越多 你都會吃雞的味道 請問你要跟動物合為一 還是跟三寶合為一 三寶合為一 三寶合為一啊 所以這個 原因大家要去明白要去了解 越來越多的人 越來越多的人 沒辦法接受 現在的人啊 殺生吃肉啊 家常便飯 所以莫名其妙的病 產生了 所以 小孩子就得癌症了 沒多久就看不到 所以這個苦要印在心裡面 給他找出原因啊 找出原因之後就 不要再傷害自己啦 不要再傷害眾生 為什麼 生命是平等啊 有沒有平等 有啊 螞蟻比這小隻 你就看不起牠 你就落起火 你怎麼會記 牠怎麼換你做螞蟻 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什麼幾年什麼教輪 三年一半好派教輪 那我們佛法不是這樣子啊 有輪迴啊 我們就丟你了 是不是 我們就丟你 我們就丟我了 所以學佛的好處 跟我念一遍 沒有永遠的好 沒有永遠的不好 對 這個叫做無常 生命是平等的 所以我們 小隻螞蟻 大的動物也不能夠傷害 就像最近啊 加拿大要 屠殺這個海豹 我上網看了 一年啊 牠就要屠殺 三十多萬隻小海豹 怎麼有這麼多的海豹 那這個海豹 海豹的肉也不便宜啊 比這個牛肉 比這個羊肉還要貴啊 人就是這麼奇怪啊 人就是這麼奇怪啊 傷害了眾生 卻苦了自己啊 所以這個是殺生 而造成的痛苦 講故事好不好 不然要睡著了 好 在這個 民國十三年啊 天津有一個做官的 名字叫做周玉山 當時 他是兩江總督 兩江 比如說廣州啊 廣州就比我們台灣大好幾倍 比如說福建啊對不對 福建也比我們台灣大好幾倍 兩江 所以很有錢啊 所以很有勢力啊 所以這個 周玉山死的時候啊 他們死的時候要怎麼樣 成立智商委員會 意思就是說要出病啊 然後這個傷勢要怎麼辦啊 你們家人往生有沒有成立這個委員會啊 你們家幾個人 還是說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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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dicated 成立智商委員會 然後他的兒子叫做 雞肢啊 秘字旁的雞啊 然後那時候 有跟這個曰光大師啊 來往 所以 父親過世的時候 這個啊 他的兒子就寫了 一封信給曰光大師啊 問曰光大師要怎麼辦啊 我爸爸死了 要怎麼幫他做功德啊 螢光大師 打開信啊 臉色沉重啊 那這一家啊 這麼有權 這麼有錢啊 他們傍三世啊 一定 不知道有多少眾生死在他們手上 會不會 你們家翁心的時候 都扮手的 手一下 你們家翁心的 不容易捏 鼓掌 發怨了一下好不好 發怨 如果我們死的時候啊 家裡面的人也為我們扮手的 好不好 你要學好啊 那你錢要留好啊 笑得好啊 他沒辦法在罪功德就算了 還在扮手的 這樣算誰的 算班的那個人的 算班的那個人 算冒架的 不值得啊 所以這個螢光大師趕快寫了一封信啊 趕快就送到這個周玉山兒子的手裡 然後 接到這個信之後 他兒子召開這個 把所有的總管都叫過來 大師說要辦訴的 辦訴的好不好 好嘞 真的 然後他們總管說 少爺啊 你不要管了 開玩笑 我們要辦好兩三千座辦訴的 兩江總督呢 好像這個總統的兒子要結婚一樣 辦訴的 會被人家看不起的 辦訴的會沒有人來 我們來做主就好啦 結果這個少爺啊 他這個兒子也沒辦法做主 好吧 聽你們的 所以這個後事啊 爸爸的後事全部交給這個管家 全部加起來 辦了幾桌 跟我唸 七千桌 七千桌 七千桌就 七千隻雞對不對 七千隻 魚對不對 對啊 七千隻螃蟹對不對 要辦什麼時候 放什麼時候 我辦幾個兩百兩百 大大輕輕輕 現在也要穿幾隻了 你穿幾隻了 我放放放 我這樣不夠了 我一隻放螃蟹 快點 放有兩隻啦 一隻就放 我放一隻螃蟹就等於 他們搬桌搬 穿幾桌了 有夠了嗎 我沒夠了啦 是你們夠了啦 師父幫我們老爸加錢一下 師父 如果我們兒子摸一個頭 師父 我們 學生要再找頭 加錢一下 你給我我的錢 我哪天哪吞 師父 紅包掉了 沒有啦 我手不爽快 這個有條件了 很少跟我講師父 你欠什麼拿去買什麼 哇 真少 一千塊再出一個而已 那個剛才頭一天來撫草 看人家共用他跟共用 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共用 他不可以說啦 師父給你啦 好你啦 我跟朋友在師父給你啦 他共用不可以說師父給你啦 那我也說我會拿錢 這也給你啦 交換啦 然後 你看雞鴨魚牛啊 羊啊 殺了多少啊 而且這個是大場面啊 難道這個魚要用小隻的魚嗎 有沒有可能 龍蝦那麼弄大一點對不對 豬也要弄大一點的啊 所以這個三世傍晚 告別社出病之後 他有一天啊 他這個兒子 就來到一間道教地方拜拜 所以也奇怪 他姊姊在旁邊也這樣跟著拜 突然姊姊臉色不一樣 開始顫抖了 向來啊 你也知道 老爸父親啊 父親的時候開始也會怕 你這個不好煮啊 他怕怕一個 姊姊的聲音怎麼變爸爸的聲音啊 所以你爸的聲音你認得嗎 認得啊 這個 騙不了誰的 所以他就罵他的兒子 你啊 把我害死害慘啊 銀光大師要告訴你 要怎麼處理我的後聖啊 你真胡鬧啊 你殺了這麼多的生命 你把我一生做官的 啊 小小的福報都耗盡啊 啊 那 我 現在要受苦了 所以他的兒子一聽 完蛋了 真的是老爸 真的有輪迴啊 真的是不能夠殺生啊 真的是不能夠吃肉的 所以他爸爸說啊 世間的人啊 往生的時候啊 難得有幾戶人家是半數的 難得有幾戶人家知道因果 也不了解這個 辦婚的 這些都是要算王者的 所以各位有沒有讀過地藏經有沒有 地藏經裡面有沒有這樣說 說我怎麼會說呢 地藏經這樣子說啊 如果這個王者 在世的時候沒做什麼功德 沒修什麼福報 然後 碰到他的人 又把這個石頭又加在這個王者身上 那是不是要墮落了 對啊 所以他 爸爸就說你趕快去找銀光大師 看有沒有什麼事救我啊 後來這個兒子真的去跟銀光法師懺悔 那銀光 大師這樣說 好吧 你發個大願吧 剛好我 這邊要建一個叢林道場 接受石方出家中在此休息 費用 這個兒子就問 師父費用多少 我們全包啊 後來找弟爺都是這個 兒子在幫忙 可是 沒辦法 人沒有福報就沒有福報啊 地也找好啦 錢也收好要出啦 那個時候 戰爭開始打啦 戰爭來啦 所以你看 這個願就 變成泡沫了 所以大家這個短短的故事 絕對不要再殺生吃肉好不好 害了自己 苦了 祖先啊 苦了王者 然後 再來 大家 要知道 人家在殺生 你可不可以隨喜啊 可不可以啊 不行啊 隨喜造業啊 就好像 這個政黨啊 這個黨員啊 這個人再怎麼壞啊 你不能說 好戲 好戲 或者是這個 死刑犯啊 你也不能 早就該死了 你這樣一講出去啊 雖然沒有什麼 但是無形當中啊 跟這個王者節的惡緣啊 無形當中啊 百千萬利節啊 因果輪迴啊 這些痛苦 這些不好的事情 就會在你身上產生啊 所以 有一個啊 佛陀在世的時候 社會國有一個長者 財富無量 但是他兒子滿二十歲 二十歲的時候 然後就結婚了 跟他的太太 可是 結婚七天啊 過後有一天啊 到這個 後花園啊 去賞花啊 他們家很有錢 有後花園 然後有一棵很高的樹啊 那突然間啊 這個太太就看到 樹上有一棵 長花的 很漂亮 灰啊 然後他就跟 跟他這個先生說 你看這個花好漂亮好漂亮 他先生說 你要嗎 我去摘給你 我去摘給你 他要令這個太太歡喜 然後就 背球啊 爬上去 一不小心 腳踩空啊 然後呢 跌下來 一不小心